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 就证明里面还是不错啦 然后我们的这个 也精神也饱满 那么也没有看到大家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我们有没有受到折磨 有没有受到这个一些不公平的推待 所以各位趁这个机会 这个平台上就跟大家讲几句 关于我们进去度假的经验 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呢 一些启发 让他们以前有好一点的心理准备 立康也是很多case 还有家庭还有大家都是这样 各位我们加入人民公正党 我们参与这个斗争 不是拿薪水 做议员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 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制度 政府面对着人民的挑战 当人民对这个制度控诉 有不满的时候 那么统治者掌权的人最害怕 就是我们拿起麦克风 到处给大家演讲 并且要我们当我们要挑战这个政权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会对我们进行种种的避害 所以呢 大家都很好奇 问经常问我好几个问题 首先问这个这件案件 会不会令到我上市国会议员的资格 所以在这里呢 跟大家澄清一下 就是坐牢一个月呢 没有上市议员的资格 罚款少过两千块 也没有上市议员的资格 只有罚款超过两千块 两千一块以上 才会上市议员的资格 坐牢要被罚 坐牢超过一年 超过一年才上市议员的资格 所以呢 这件案件 没有令我失去议员的资格 但是我还有好几件案件 如果那些案件没有处 也可能要进选也不容易 那么我们看来 阿吉哥也没有打算进旗里面 要解散国会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希望呢 我们这个官司打得得利 那么可以让我们这个参与选举 当然各位 我们从政参与选举 做议员 只是其中一个任务 我们整个斗争 不是单单只是要做议员 不是单单只是要参与选举 这件事情的发生 是因为我本身呢 参与 perse的斗争 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些人 也是在好几次穿黄衣到吉隆坡 参与这个竞选年的大机会 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个非政府的民间组织 发动这个全民的运动 要争取这个选举制度的改变 因为选举制度就是民主之本 要有民主的 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 要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府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选举干净和公平的选举制度 我们看不到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府 因为如果每一次 自政党看到自己不能赢 就分选区 就可以调动这个国中一席的行为 可以调动选民 那么这个政府不需要有人民的拥护 只要他有掌权 只要他有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 他就可以谁所以为 所以为什么我们除了要参与选举 我们也要支持这个全民的运动 争取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 这个不是为了共争党 这个不是为了希望联盟 这个不是正为了任何一个政党 这个是要看到人民在这个国家里面可以立足 可以把我们的声音正确的反映在国会 正确的令到我们的当权的政府 听我们人民的声音 所以金选人的机会 从第一次机会一直到上一次的第五次的机会呢 我每一次都有参与 很不幸的每一次都会被抓 所以这个恶印不能逃避 第三次的versive就是2012年就是2013年选举前夕的一个大机会 这个是versive有史以来最暴力的 所以我参与的人都知道当时呢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坐在 no Diana Medica不到一阵子就有有水炮车有吹泪弹打过来 啊当时这个宣报局 宣报队还划了一条线 不让我们进到了my market 但是三菜呢在一个困乱中开始就打水炮 那么当场非常困乱 甚至有一些警车创到被翻转过来 那么当天超过五百个人被转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五百多个人 很多都是头一次去参与集会的 很多都是外州过来的 不是基隆坡住的 被抓的时候跟我们的巴士车走散 跟我们的亲戚朋友走散 当天晚上所有被抓的人 都被关到警察训练中心 这个是在靠近安邦的一个 这个警察的训练中心 所以这个选人训练中心 关了五百个人 在这个中心里面 警察要入口供 要拿我们的姓名 然后我们的地址和身份证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当晚我们可以看到 那律师不能进来 那没有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予我们的这个 不是现在的参与者一些 正确的这个指示 所以当天晚上呢 我大概是在九点多的时候 已经被放了 因为录了口供之后 他就放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 当场还有几百个人 留在巴拉波 在这个警察训练中心里面 我们认为我们作为领袖的 有这个义务 要给我们 跟我们的支持者 同在 当他们在困难的时候 他们没有人 给抬导他们 要怎样面对警察的问话 所以我通知警方 说我会留下 我要等到所有的人出去 我才出去 留下来做什么 留下来 虽然我不是律师 这里也没有律师 这里看偷偷经验法律 所以他的法律知识 应该更多 以后进去 进去被抓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的支持者 多一点法律的这个 这个咨询 当没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 半身熟的 自己摸出来的 也可以充当法律顾问 所以各位 我们 当场告诉那些被抓的 而我们被抓的时候 法律上给我们权利 我们什么都不用讲 只要告诉你的姓名 正确的姓名 你的爱心 你的正确的住 住家地址 那个就完了 你不用告诉他 你是在 是人界打工 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 你不用告诉他 你在某某学院里面读书 这些都不是我们 义务要回答的问题 更不要告诉他 不用告诉他们 我们 为什么来这个机会 这个就是 法律给我们的权利 警察抓我们的时候 没有权利用暴力 没有权利逼我们讲 如果没有律师在旁边 我们都可以 那三检几七口 不用提出 不用告诉 警察 任何资料 只要我们正确的 告诉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名字就是 所以我当我告诉 所有的参与者这样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 警察大叔们 感觉到一筹莫长 他不能录取任何的 更进一步进行调查 他们想要知道 到底这些参与者 是哪一个政法 这些人是怎么样过来的 这些我们应该不说 也因为这样 有个警官惹火了 他就在里面呢 再次把我逮捕 大家可以想象到 我们在警局里面 还是可以被抓的 不是单单在外面 已经被关在里面 他还在抓我多一次 抓了他关在哪里 他把我隔离起来 把我关在一辆警察车里面 本来我以为他要把我载到 另外一个后邮所 但是呢 其实没有 他就留我在车上 各位 警察遵守洛言 最后一个放我 我三点钟才出来 但是呢 整晚上 我没有办法和其他人接触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呢 我被抓 过了被放了 几个星期后 其他人 好像 其他的领袖 有的被控非法机会 有的被控暴动 但是呢 我被控告 潜入 进区 怎么样 潜入 进区呢 我是坐巴士车 给警察 送进去的 我要出去 不能出去 我是坐在警车里面 但是呢 警察 告我 我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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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偷偷潜入 一个 禁区里面 进行 非法的 活动 所以 这个 这个案件 一开始 就是 莫名其妙 把我 控告成 我 违反 禁区的 禁令 各位 所以 这个案件呢 更加取直 就是 发 经过很长时间的 审判之后呢 第一评 就是我们的 Session Court 判我 一个月的监牢 和 一千块的罚款 那 这个罚款 宣判之后 当然 我觉得 我没有犯错 所以 继续上诉 但是 发生什么事呢 那个 判我的 法官 于事长辞 他去世了 没有写判词 没有把 他为什么判我 这个 是 有罪 的 那个理由 写下来 所以我上到高评 我说 根本没有办法 你非 怎么样可以 辩护 因为我们的法官 连判词的理由 都没有写下来 总之呢 我们觉得 这个是无理的 但是呢 不适应的 我们的高庭 坚持 维持 研判 他觉得 只要法官 讲过了 虽然他没有写下判词 虽然没有记录 他是任何判的 下判的原因 但是呢 只要讲过了 就算了 所以高庭 坚持维护原状 所以也 因为这样 我们也看到 这个法庭的制度 其实没有站在我们这里 我们也知道 我们面对 法律的镇压 我们单单靠 我们法庭上的斗争 争辩 斗不过他们 所以最后呢 上到这个 就是上诉庭的时候 我经过长久的考虑 决定 我们决定 不上诉 撤回我的上诉 所以 进去监牢里面 顾价 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一个月 所以一个月呢 没有扣 我们的法律制度是这样 如果少过三个月的这个判刑呢 啊 我们要做满 每一天 除了 除非你超过 才有扣价值 所以我们一个月 是做出了三十天 二 我是在 这个 9月28号 进去 啊 我们在 10月28号出来 所以 就做了 一个 一个月 各位 很多人也好奇 啊 里面是怎么样的 啊 在这里 有老前辈卖祥在这里 他做了很久 但是那个是 ISA ISA 跟做监牢 有一点不同 啊 我也到过 Community 住过 两年的 ISA 但是呢 监牢里面呢 啊 有一点不同 啊 一个监狱 如果大家要想 大概是怎么样大 应该是 啊 这个台 到 李文财那个 那个角落 啊 啊 我们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台这么大 啊 在监律来讲 这个是很宽松的 一般呢 都是 住四个人 到五个人 啊 监牢 监牢 各方给我特别应该 给我一个单人房 啊 所以我一个人住 这样大的一个房 当然这个是一个月 如果我被判二十年 我不要住单人房 啊 你单人房 是会发疯的 因为你没有别人可以接触 没有人可以讲话 所以我们只有 啊 啊 但是这个 对我来说呢 一个月看看书 休息一下 这个是一个好事 给我失忧了 我们一天里面 除了早上 九点钟左右可以出来 做做运动 晒晒太阳 啊 跑步一下 下午啊 十五点 有一个一小时的时间出来 来做一点运动 晒一下太阳 其他的二十二个小时 我们都是在这个牢房里面 啊 你可以做什么都好 非常自由 啊 只是不能出去门 啊 所以 这样我们度过二十二个小时 啊 各位 其实 这个不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啊 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能 像现在这样到处去奔跑 不能参与这个社会和政治的活动 但是基本上 如果 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力 这些东西吓不到我们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我们不会认为 出去做监牢呢 是英雄 这个不是一个英雄的表现 我们作为人民代议事 讲话 批评政府 纠正偏差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责任 啊 我们 拿人民的薪水 我们薪水 是由 人民 纳税人交出来 纳税人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要我们 纠正政府的偏差 就好像 我们的 Bandaria的清道夫 我们要Bandaria的清道夫做什么 来替我们扫地 看到有不 有肮脏的 有垃圾 就要捡起来 要清主 我们作为人民代议事 跟清道夫一样 我们清的是政府的垃圾 我们是要清的是政府的偏差 人民给我们薪水 就是要我们扫垃圾 要我们清洁这个政治制度 让我们修正 让我们检查政府 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 如果我们讲话 如果我们批评政府 这个是做我们的本分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英雄的表现 这个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这个 这一点呢 我想大家 纠正一下 那我们 做这些东西 这本来就应该做的 但是如果这个政治制度 有偏差 那讲话的人 批评政府 和政府有不同意见的 要去做监牢 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勇敢 这个因为这个社会 这个政治制度有病 出了问题 当我们的代议事 做他的本分的时候要被抓 这个就等于说 我们政治制度败坏了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反抗 一定要改革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安华 是我们 人民选出来的反对党领袖 上一届大选的时候 百分之五十二的 投的选民 投票支持安华 里南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有获得百分之五十二支持的 应该是做政府 但是呢 我们 的人民 众望所归的领袖 没有做政府 没有做首相 反而去做监牢 这个就等于什么 我们制度出了问题 当我们的国会议员 州议员出去探议 批评政府可以被抓 抓来要被控告 可能还要伤识议员的资格 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这个是一个有病态的政治制度 所以呢 我们虽然 并不得以 要冒这个险 不要面对着种种的压力 但是呢 所以为了改革这个制度 再大的风险 我们也要冒 再大的压力 我们要也要承担 因为我们要看到的 是一个更好的制度 我们要遗留给我们的子孙 是看到一个更民主 更光明的前途 所以今天我们的付出 是为了未来 不是为了政和政党 要做首相 不是为了任何一个领袖 要当政府 要当官 但是这个 是我们今天 这个时代的义务 其实有时 我们自己感觉到很羞耻 连 好像非洲 金霸布围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人民 他们的自政党 也懂得羞耻 也懂得 国家败坏的时候 有时被逼 要挺而走血 采取一个非 非常的手段 来改革这个局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自政党的 准准滚 主公 他们可以眼看作 国家腐败 好 从我们 布卡比 执政了 三十多年 那 为了全力斗争 把他的副手 副总统 都开除掉 让自己的 老婆 持掌大权 生活 奢侈 最后 至少 自政党里面 也知道 这个错误 必须要纠正 他们 可以 采取 强硬的手段 要求 这个 布卡比 下台 但是我们今天的 骨头 我们的国阵 没有人敢站出来 区区一个副首相 站起来 被开除了 没有人敢跟 当我们看到 自政党里面 没有人有勇气的时候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 素质于人民 由人民来确定 这个国家的未来 今天 我们不用再谈 谁做首相 我们相信 经过了22年 老马的自政 我们有新一代的领袖出现 我们 肯定有机会 可以再拍 栽培 新的领袖出现 我们也可以看到 只要 我们 各政党 在联盟里面 互相尊重 我们 可以建立一个真正 平起平坐的 联盟政府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 然后 刚刚我们之间 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思想 意识 但是这个国家 已经烂到尘底 所以我们并不得已 所有的政治势力 必须要凝集起来 大家坐下来 心情 新平静和的想一想 我们这个国家 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我相信 包括 以前的自政党的领袖们 包括 老马 包括 我们跟他们 对抗了20年 对抗了20年里面 我们要告诉 资政者 一个星期 当我们 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 不单单是我们老百姓 受害 不单单是我们的经济 要受到破坏 不单单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社会的动摊 最后 连 自政党的领袖 也成为受害者 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 每一次 因为权力的击中 因为没有民主的机制 所以每一次有党争的时候 第一个被被被被迫害的 是武统里面的人 我们看到的一次又一次 从登鸠圆拉那里开始 一直到安华 现在我们看到古亦定 看到马哈丁 虽然他们 当时 执政的时候 首长大权 呼风 mac 但是当这个制度掉在一个坏人的手上 用这个权力来自负自己 招呼自己的家族 让自己的权力用来维 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政权 掩射自己的罪行 这个权力非常大 所以我们看到 连马帝今天承认 权力集中的害羞之战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心里 如果有机会再来过他会怎样做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老马再来过的机会 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把这一个武统的腐败政权拉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斗争不是老马领导我们 这个斗争是人民走在前面 而我们领袖跟着 而前进改变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人民各族人民 现在身在水深火肉中 不单单是在交易和社会课题上 他们饱受到压迫 我们看到经济的压力令到很多人喘不过气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工厂打工的受薪阶级 还是政府的公务员他们已经喘不过气了 我在牢里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希望他们问 今年的白天会不会给公务员加薪 会不会给他们一点bonus 我讲如果南京要引起一百多万的公务员的选票 他最好给他们两个月的这个花红 但是呢南京两个月给不起 因为国库空了 一个月也给不起 半个月脸跌不起 是不是阿吉哥不要公务员的选票 不是 他还是要公务员的选票 但是 这个国家的财户已经空了 空了去哪里 因为挥霍掉 我们欠钱欠泰国了 即使阿吉哥要买选票 他已经没有钱拿出来买 所以公务员呢 宣布只有1500块的 不管你是在政府部门扫地的 还是你做大法官 一样的只有1500块的花红 分两次给一个年底给1000块 明年哈利拉亚的时候再给500块 哈利拉亚之后已经选取了是另外一个政府的事 讲起来其实男性只是给1000块钱的话 这个在骗小孩子 以为我们的公务员不知道吗 所以各位呢 这一个100多万的公务员 心知独立 如果他们说公务员过多政府没有钱担养 那么各位看一看雪州 雪州公务员也是在所有的州里面最多的 但是因为我们青年 因为我们懂得理财 我们可以看结缘 开流结缘 所以最终呢 我们过去的两年 我们给我们的公务员 从上到下 每一个公务员呢 都是三个月的花红 这个是壮景 我们可以做到不亏待我们的功能 同时可以增加我们的州收入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有新的思维 我们有新的政策 只要我们做的好 我们可以不亏待所有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的各阶层 那不当然是这样 当然刚才可能大家都提到一些种种的福利 今天晚上时间有限 那我不能一一讲一下雪州的福利 但是呢 我们向大家承诺 新的政府 最大的政务 就是杜权腐败 把我们全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 改变这个制度 换取一个民主制衡的制度 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的付出 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明天 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希望大家坚持这个斗争 一直到我们成功为止 这一次选举是决定性的一个选择 我们希望大家的努力可以看到一个光明的马来西亚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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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